许多人都喜欢在夏天吃冰淇淋消暑 英国伦敦最近有一家冰淇淋店新开幕 但是它的口味却是颠覆传统 超乎想象 橱窗内放着一个个番茄酱的杯子 还以为是卖番茄酱 走进店内好多人在试吃冰淇淋 但口味却是超乎想象 这是豌豆口味 还有番茄酱甜辣酱口味 不只是调味料变身冰淇淋 像是糖浆花生 这些大家平常爱吃的零食 也成了冰品 伦敦这家冰淇淋店29号新开幕 店内冰淇淋口味特别 原来这是流行设计师 安雅·希德马之策划的快闪店 口味大胆又美味 不少民众前来尝鲜 有些冰淇淋的人来说 给我甜的鲤鲤和柠檬 你会说真的吗 但他们喜欢它 这些颠覆传统的冰淇淋 让剩下品尝冰品多了一层乐趣 综合报道